我国的风景是特别漂亮的,到处都是很著名的景观,不过以前我国的经济条件并不是特别好,没有过多的钱开发旅游业,很多国家也特别瞧不起我国,不愿意来到我国游玩,经济条件很差,但现在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慢慢走向了国际,地位越来越高,很多外国人都来到我国游玩定居, 但在前段时间有很多消息称,美国男游客来到我国旅游,哭着给妈妈打电话说我被骗惨了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,让我们快点来瞧瞧吧,在十年前这位美国男游客曾来到我国游玩过,在他的印象中我国是特别落后的,和印度差不多,到处都是特别脏乱,没有高楼大厦,宽广的街道,很多人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, 睡觉只能睡在马路上,而且美国记者经常会报道中国的情况,称中国还是十年前一样,没有任何进展,所以这位美国男游客就觉得我国还是和之前一样, 但他这次来到我国旅游,看到我国现在的发展,就直接被震撼到了,他从来都没有想过中国竟然会发展得这么快,到处都是高楼大厦,宽广的街道,这让他越想越觉得气愤,就立即哭着给妈妈打电话,表示我被骗惨了, 中国并没有狠破旧落后,他们正在慢慢崛起,就如同一头雄尸给苏醒了。